嘿嘿 OK 嘿喲 歡迎收看N Channel 大家好我是念成 哇 太久了太久了 這個頻道真的太久沒更新了 好啦今天是9月29號 晚上11點 那趁著這個 今天颱風靠來的時間 然後好好的跟大家 坐下來拍個影片說明一下 那我這陣子為什麼 都沒有更新這樣 好 好喝 好啦這陣子呢我開始去 檢討了一下我這個頻道 其實 當然大家都知道頻道當然是越來越 越多人追蹤當然越好 我自己也是這樣想 那我在想說 那有什麼方式可以讓這個頻道 慢慢的成長然後越來越有 起色 因為以前呢 過往都是在拍我自己的生活 不管是家人的啊 跟女朋友的啊 或是跟我高中同學的啊 還有跟野七一起出去的啊 然後甚至是我一馬殺 打籃球的生活 我就覺得這些都超棒的 然後都記錄了很多我的回憶 然後我真的是現在回頭看起來 我都覺得很感謝我當時 都有把它記錄下來 但是呢 這陣子我就也重現了去思考 我是不是要讓我的頻道 變得比較有方向性一點 那我就停更了 就在這段時間 其實在想的過程中 或是睡覺的時候都會有一個聲音 就是說 泰雅族是我的根 那為什麼我就不來拍一些關於泰雅族的事情 甚至是大一點原住民的事情 可是我在想說那怎樣拍會比較 比較不那麼就是生硬 就譬如說文化的東西這些 其實真的都蠻生硬的 對我就是希望讓這個主題 它是有趣的 而且它是很開心很快樂的 所以我想了想我就覺得 好像去記錄一下 當代泰雅族青年 甚至是我這個年紀 甚至更小十幾歲到二十歲的這些 青年青少年們 他們的生活思維 或是他們有興趣的東西 他們現在對於生活的想法 或態度 然後做一些很有趣的企劃 以我的個性 我當然還是希望可以多帶一些歡樂給大家 所以我就決定往這個方向努力 然後就在這幾個月 慢慢記錄了一些我想到的企劃 把它寫起來 都整理在一個檔案夾裡面 然後接下來就想要在我 11月忙完我的舞台劇的生活之後 我就會把它開始拍出來給大家看 對 所以接下來呢 這個頻道會有一些主題性的轉變 不再是我過往的吃喝玩樂的生活 它會是有企劃性的去完成一些事情 這樣 那當然最後呢 也是很謝謝這個頻道 哇 好多人啊 兩千多人 所以真的是 也是先謝謝這兩千多人的不離不棄支持 那接下來我的影片呢 也是希望 你們可以繼續幫我 讓它發揚光大 對 然後讓喜歡 喜歡原住民文化的 安人朋友啊 或者是原住民朋友啊 都可以 分享給他們 對 那我也可以繼續努力 去拍出 一些好笑的 有正能量的影片 然後讓你獲得一些快樂 這樣 也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 好嗎 謝謝 乾杯 最近有什麼歌好唱 就像站在烈雨教養大橋上 連淚狂奔滴落在我的臉旁 拜拜